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白 今天要來跟各位來做分享的是神魔之塔 風頭人氣王 2020年一抽獎賞的卡池機率 喔 那這個卡池機率是由在座的各位去投票出來的 喔 官方有說過 前三名的話機率會比較高 前三名機率會比較高 那記得喔 3月2號到5月31號一定要登入去抽取這一張Omix卡牌喔 Omix喔 喔 先用先講說 後用 你也不用想折扣了 這是送你的 OK 那這個卡池分布其實它是有原因的 我自己看了一下 嗯 基本上那時候我跟各位推薦中國神跟黑金一定是優先 所以你看到幾乎全部都是中國神跟黑金 那為什麼黑金會排前三名 其實也很簡單 雖然中國神比較稀有 素材比較難取得 但是黑金的特性實在是太強了 尤其黑金又是後面出來的卡 雖然說中國神後面有跟進 什麼前傑 什麼阿薩布魯人 然後什麼一孔轉身等等 但是 黑金的特性真的是很難去取代 黑金很難去取代 喔 它只是好在說 欸 我們可以保底抽到 喔 所以前三名你可以看到是青龜 秦皇跟羅薩女 喔 在第四名的時候畫是鑽石的部分 你會覺得 欸 奇怪 為什麼 因為鑽石本身它可以當隊長 它可以當隊員 然後當隊長或當隊員它又有兩回 無敵 無視減傷 不是 不是 我無視你的無視減傷 它的無敵實在太好用了 所以鑽石它在第四名 我覺得實至名歸啦 那打擊的部分 在第五名的部分 跟 跟我自己喜歡的的 悟空有點距離 其實打擊是好用的 只是我個人偏好 呃 用大聖 玩一些魔隊之類的 不然打擊真的是好用 一來牌豬 二來增傷 齁 然後還有兼具 那艾莉亞 五屬強化盾 三屬強化盾 都可以解 比如說假比爾的話 呃 獸族最強黑金 三張的話在這邊 大家覺得有些奇怪 三張貝利好像沒有說很好用 其實三張貝利還是非常強 它缺的是種族豬 齁 所以你可以再發現一個重點喔 唐山雖然在這個位置 可是他在後面的人 幾乎沒有幾個當隊長會比他強 齁 你說旁貝當機械組 應該還好 啊 夏娃的話 嘖 那個真的整個爆發還是 唐山雖然比較強啊 所以他在這個位置也是很合理的 再來的話 你看這個都是當隊員的 牛魔王啊 敖廣啊 孫悟空 齁 旁貝真的到後來也是當隊員的 那夏娃的話 大家 欸 奇怪 夏娃為什麼會進去 我跟你講光那個Skin 光那個Skin就贏了啦 所以我基本上喔 我們這種卡牌沒有很強的技能的話 我們可以靠 啊 外 外 外部的部分 外在的部分 來做一個輔助有沒有 呵呵 然後翡翠喔 翡翠基本上 當隊員 當隊長都可以 然後可以搭配這個 鑽石 就能看到有些卡牌他都有搭配到 另外牛魔王配鐵扇 悟空配三丈 然後翡翠配鑽石 然後 敖廣配青龜 有什麼特別的組法 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 這是一個方向啦 那再來 艙幣上次有跟大家提到嘛 可以 防止那個 手銷幾combo 又有黏斧的有沒有 所以大家 挑這隻就對了 你放在隊員裡面就真的是好用 當隊長那個就是 你再玩都OK 好像上次地獄就是 就是遇到那種幾八盾 外加黏斧了 所以這是很 很很很 放進去裡面剛剛好而已啦 那阿努比斯或許有的人會覺得說 呃 不是很喜歡 可是神主常駐增傷 又又有 關開技 然後又爆發接那個 炸板的話 阿努比斯就是他了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人 所以奇怪 為什麼他是硬放進去 因為他一定要神主的狀況底下 他就是要放阿努比斯 不然他真的找不到幾張 神主常駐增傷比較強的卡牌了 好 歡迎大家的留言下方來告訴我 神主常駐增傷 有沒有覺得哪幾張 可以 呃 不要說代替啦 就是可以 跟他尬的 神主常駐增傷的卡牌 歡迎留言下方來告訴我 炎熙我把他講掉 耶 好OK喔 然後維若妮卡的部分的話 破冰圖嘛 破冰圖好用 這樣 呃 是上次來上次也是哪來用 好用 那巴阿姆特 防止燃 呃 可以解燃燒的嘛 指定combo的嘛 再來他可以解鎖 所以這幾張卡牌我認為 在卡池裡面抽到歐美斯的 都是划算的 這幾張都是划算的 如果真的那麼 一定要有一張 我卡牌可能比較不希望 不希望抽到可能是下午啊 因為下午我記得我也是有複製啊 可是從來也沒在玩複製 我都已經玩一張而已 我自己是希望抽到 悟空 敖廣 以及這個 打擊這三張 因為我說過這三張 素材耗得最重的 齁 練起來是最辛苦的 這三張我覺得是最好的 那其他的話 其實他40抽就會 都有機會中的 對吧 黑金的部分 你們懂我那個概念嗎 包含那個 大獎也是一樣 齁那 這是我的分享 也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好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特殊的 這個搭配 你就比較 呃 特別的 像我剛剛有講吧 青龜配 那個東海龍王 等等的 有沒有什麼搭配的 歡迎留下方來告訴我 我想聽聽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 一些比較特殊 而且蠻不錯的搭配 有在這18張卡牌裡面 可以互搭的 好不好 OK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齁那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喜歡 訂閱旁邊 然後就隨時跟所有百姓 第一手的分享下去 我們下次見 掰掰